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龍欣老師 那我們這次唯一的一位地科老師 那我們就來聽聽我們地科在教學上面一些記憶分享 在宇宙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沒有晚一步 除這幾位 很高興跟各位在這邊相遇 我同樣的在教室裡面在學校裡面 也同樣珍惜這樣緣分跟我的學生相遇 那我們這邊只有17分鐘 那我們在學校裡面一個學期也大概只有20個禮拜 我們可以交給學生什麼 可以讓他們看見什麼 在國中我自己印象其實已經非常非常薄弱 但是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幾乎都是畢業旅行的時候 我所看見的 我所遇見的 所以我希望我的課程能夠讓學生就好像他印象深刻的畢律一樣 能夠看見一些東西 所以這棵樹已經倒了 但是我們還記得他的形象 但是我們還記得他的形象 當學生畢業了 他們還記得你的課程 就是我希望我的課程能夠 讓學生能夠讓學生能夠有所體會 有所回憶 而且有所收穫 同樣的我在思考說 我們的課程讓學生看見了什麼 我自己 讀十大地科系畢業 讀十大地科系畢業 這邊有很多我們的學長 這是一個走向 這是一個傾斜 這樣講是空的 學生對這種東西 不是一個能夠體會的 能夠感受的 所以我會試著把我大學養成過程當中這種體會 帶到我的能夠做的一個課程裡面 像這個 就算不是每一堂課都能夠帶學生出去 但是我們可以日常生活中做一些簡單的實驗 讓學生看見 像這個很像我們在天文上所看到的一個星系 螺旋中的星系 所以其實只要讓學生看見 我覺得他們就會很有滿足的感覺了 所以我就努力再做一些事情來做看見 當然看見的方式每個人都做都不一樣 所以接下來我想就分為幾個部分 就是你怎麼在課場裡面 你怎麼在學校裡面 你怎麼在學校外面 你是能夠帶學生走出去 所以各自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的學生他現在數位原住民 他們有很多的工具 他們有很多網路上的資源可以用 所以我們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我也希望能夠讓學生知道說 老師也有在用這種工具 當你把iPad拿出來 他會覺得你跟他是一掛的 當你就是一種認同感 一種連結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教學很多困難 能夠迎刃而解 所以我會盡量利用一些工具 來讓學生看見 包括如果各位到水王上流 在台東東河那個地方 您可以試著看起來是往上流的樣子 透過您有傾斜儀 您有水平儀 或是您有平板電腦 下載個APP 您就可以讓學生看見 原來這個地方 並不是真的往上流 而是他還是往海邊往下流的 這都是我們可以去善用的工具 所以大致上分為這四個 就是我們在教室裡面 不可能每一堂課都能夠帶學生離開教室 但是我們可以在教室裡面 把外面的你所看到的 你所體驗到的 能夠帶給學生去看見 那在校園裡面就是離開教室 但校園裡面這個場域 其實是比較容易去做的校外教學 不是說校外教學 是一個戶外教育 學校沒有什麼樣的東西可以用 看每位老師您的學校 有什麼樣的資源 什麼樣的特色 那我自己在郊區的學校待過 我現在在市區的學校 其實都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那這是我試著把我所看到的世界 帶回教室給學生 從2007年底開始 應該說更早之前 台北天空館有一位學姐 她每個月都會做一個每月星空 那在2007年底的時候 她很忙 所以忙到說到2008年1月 她還沒有來得及去做那個月的 所以我就嘗試說 那我在那邊自己做看看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 我會試著把這一個月裡面 你的上閒下閒 朔旺 還有二四節氣的大鼠小鼠 還有這個月裡面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天象 明顯的 或什麼樣的環境節日 帶進來 那如果只有講這個東西 我覺得說 也好像像上課一樣 我不是一個分享 所以會把我拍的照片 作為一個背景 然後在每一個月的第一次上課 就跟我的學生分享這張作例 當然這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過如果我可以做得到 我現在每一位都可以做得到 OK 那如果有一些 跟我們課本上有關係的一些國際計畫 來到台灣 我會盡可能去參加 像這個是國桿 這一艘船 你可以看到上面明顯有一座塔 那這個塔就是 你能夠到各大洋去 專取海底的成績物 去知道過去的環境的變遷 所以 課本上有這樣的一張圖 我也試著 它來了 我就到那邊去 把這個圖帶給我的學生 或者是 7月19號 有個龍捲風在屏東里港 所以 那時候我在高雄 有事情 然後沒辦法過去 但是回去之後 看到這個新聞 隔天馬上就到 離港那邊去找 像這種邊線桿 還有像今年剛好是 陳紅浦斷層 錯動15週年 那我也試著去找 陳紅浦這個地方 很感謝我們這邊 那個徐老師 那個指引 在地的指引 然後看到這個地方 那這都是試著把 校外的一些資源 帶進學校 我相信各位老師 您一定可以 我相信有很多老師 您的步伐 走得比我更遠 那您可以分享的 一定比我更多 那就是 結合您自己的經驗 結合您的課程 把它變成是一個 讓你的學生 跟你 是能夠連結 讓課程能夠連結的 那如果 您有一些工具 您可以盡量把它 拿出來用 像我幸運的 在這幾年 有一些人 送我一些東西 或是我可以借到 一些望遠鏡 我就在 某些特別的時候 譬如說 每年十月 美國會有一個 地球科學週 然後我就試著 在學校裡面 辦一個地球環境週 那個時候 就是你可以 一樣上課 但是可以多個一節課 讓學生可以 離開教室 那各位可能 您有校慶 或是您有什麼週 您可以試著 讓您的學生 也可以短暫的 一個學期 可能一節課 兩節課 離開教室 讓學生能夠 在他的回憶當中 不會只有秘履而已 我會記得 你這位老師 有帶學生 帶他們走出校園 而不是一直坐在 教室裡面 等下課 等被罵 那或者 對我而言 我一年把它分為 四個部分去過 春夏秋冬 我用春分 夏字 秋分 冬字 每三個月很快就過去 像前一陣子 前幾天 6月22號 是夏字過一天 那7月22號 我在學校裡面 上輔導課的時候 我就跟學生提醒說 您過了一個月 再過兩個月 就是秋分 所以其實 這四個時間點 在天文上算 蠻重要的四個時間 那我也試著 讓同學們 能夠在 二十四節氣的時候 去量影子 其實剛剛講到四個時間點 這個就在教室裡面 教室外面 能夠照到太陽 你中午就可以做的 你可以看到 同學在台餐桶 他就可以馬上這邊量 這邊問一下各位 請問二十四節氣 是陽力還是陰力 OK 它是不折不扣的陽力 因為它是看太陽的運動 完全沒有陰力的成分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學生 他可以探索出一些 我們希望他學習到的一些知識 譬如說這是當時一位國三的學生 我就要去量影子 然後給他三個提示 然後去看 然後他量了之後 就會在Facebook上回應一些問題 那最後他自己找到答案 他的身高多少 然後他的影子多少 所以他自己 在我還沒有上課告訴他之前 他知道秋分的時候 他中午的影子 大約是他身高的一半 我想這就是我們希望 讓學生能夠自己探索到的一種能力 這個操作上其實並不困難 只要我們能夠把握機會 把握我們能夠在學生生命當中 能夠起到一點作用 其實都可以 那這是我的教學所能夠用的一個方法 各位可以試著 我想你現在腦袋應該一直都在動 你可以怎麼去連結 怎麼去操作 讓學生可以有所感受 當然當學生不再坐在他熟悉的座位表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有時候在教室裡面我們這邊喊 我們說坐好安靜 可是你可以看到在外面 我們只有擺一台那個看太陽黑子望遠鏡的時候 這個班同學會自己站一排 所以在教室裡面他的學習態度 跟在教室外面 有時候會看到完全截然不同 他們的動機 他們的生活常規 我們都會在不同的場合裡面看到 這也是佐藤學太子提到的 改變教室的風景 那我想我試著讓教室的風景變成像這個樣子 讓整個校園變成廣義的一個教室 這也是我們或許稍微做點改變 在各位9月重新開始的時候 可以去做一些思考的 那看完之後有沒有什麼成果呢 這是我們學校的校慶 會有那種創意進場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學生 他就做了一個太陽的帽子 太陽的面具 戴他們導師的面前 而且我可以看到他的色球層光球層太陽黑子 一陰俱全 因為學生看到了 我們在教室裡面 或是投影機投出一個太陽 跟他講這個色球層光球層 他不一定能夠進入到我們想要給他的情境 但是他看過之後 我沒有提醒他 但是他們就可以看到 這就做到了 所以讓學生看見 我覺得他的效果會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OK 或者之前 齊柏林先生他的看見台灣 讓很多人都非常感動 那我也試著很感謝 樣團這邊資源經費 就買了一個簡單的 這個空拍的設備 感謝我們在場 林生翰老師 他給我們這樣的一個看見 你這邊稍微提一下 其實各位現在住在這個地方 像一個嘉蓮華一樣 我們就聚在這裡 但是五點之後我們會各分東西 如果你能夠把這樣的感動帶回去 我們有個讀書會 這個就在讀書會裡面 林生翰老師他所分享給我們的 然後就跑去拜家 然後就買了這樣的東西 那就可以讓學生 也可以從不同的高度去看 有時候各位學校的校園裡面 可能有高樓 但有些可能沒有 但或許旁邊有一條河 但你不一定能夠跨過那條河去看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學生看到會蠻開心 降落的時候會從讀書的時候會跑出來 就蠻蠻連結他們的生活經驗 這都是讀書會我們所看到的 所以各位可能可以把這樣的感動帶回去之後 也在各縣市成立你們的讀書會 那這個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在課後的時候做這個討論 除了看之外 我們太依賴視覺這樣子的一個感官 我會讓學生試著就躺著去聽風的聲音 甚至聞草地的味道 如果學生沒有在老師引導的過程當中 在學地課的過程當中 先跟土地有所連結跟接觸 你怎麼期待它以後可以節能減碳 可以做一些對地球友善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說 在我們知識性的傳輸之外 能夠讓學生有一點體驗 有時候不用講太多 讓它去聽 讓它去聞 讓它去擁抱 我想這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或許可以改變我們教學的方法 在現在 各位知道現在大氣象二氧化碳濃度 大概到多少了嗎 已經到四百了 那在幾年前 還有機會來的集回去的時候 有一個活動 三五零 就是希望能夠透過大家的同舟共計 把大氣象二氧化碳降到三百五十ppm以下 當然現在這個目標越來越難以達成 但是 前幾年還有這樣的一個國際響應的活動 就是您可以知道你們學生 就擺出一個三五零拍照 上傳到網路 這樣動作非常非常簡單 但是您就成為國際活動的一部分 那學生就發現說 在環境運動這件事情上面 好像不是那麼難 簡單你就做到了 而且你是國際活動串聯的一部分 這也是我們課場上可以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派了一個作業 教學生在他的部落格上 那幾年部落格還很流行的時候 去擺三五零去響應這個活動 那你可以看到簡單的 同學喜歡做菜 就要盤子上擺一個三五零 或者他就是一本書上面寫三五零 或是我們跑道 第三跑道 第五跑道 然後再找個零 他們的創意其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或是找他的弟弟一起來 所以這個作業不是他在做而已 他全家一起在做 那這都是我們希望能夠讓學生去思考的 我們那時候有藝術班 他們就做一些設計 你要用三五零 那這是我剛剛提到的地球環境中 一個老師在學校裡面資源有限 但是還好我那個時候在高雄市 高雄市雖然資源不比其他地方 但是還是偶爾有一些講座 像我們有那個 周日瑞讀科學大師的講座 然後還有剛好國課會 他在別的地方 或中央氣象局在另外一個地方都有講座 然後在課堂上放給學生看 跟他說這段時間有這些活動 您可以去參加 那您可以試著 那個上網搜尋一下 您所在地有哪些活動 像我們有科部館的資源 我們有別的地方的資源 你就把它組合起來 變成您的一個活動 但我有些人寫email過去問 我有這樣的一個構想 也很感謝他們願意支持 那這是台南的南區氣象中心 一樣是有 他們每個月的第三個禮拜六都有活動 或是您的學校附近有一些資源 可以離開校園 剛剛講的是在教室裡面 在學校裡面 那如果學校附近有一些資源可以用的話 或許我們可以試試做 像是在來義高中的時候 我們學校附近有個雨量在 帶我們的同學出去看 那避免的時候 也可以不用帶個望遠鏡 讓學生真的看見 那當然如果您還有力氣的話 您可以試著辦個營隊到外面去 但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就不再多提 讓學生真的直接看到 當學生走得夠遠 我們就有機會 可以讓學生看到考題 像這個是 我們到花蓮的海洋深水園區 看到的海報 而上面這一個是 自然科學測的一個 實現用的考題 你可以看到完全脫胎至這個海報 所以我一直鼓勵學生 也說服我們學校的老師 我們帶學生出去 並不是二次秘履 而是我們帶學生去回歸 學習是人類在天地之間的探索 所以大家要這張做個總結 當你走得夠遠 當你已經讓你的學習到一種追求足力的程度 我想你就不用擔心成績 謝謝各位 謝謝陽心跟我們的分享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昌王老師 跟我們做他在生物教學上的一些分享 好 喂 大家好 好 我是今天實寇裡面最年輕的一個 對對對 然後我想在座很多人都不認識我 我們今天的主題其實是 最賽的一門課對不對 然後什麼樣叫做最賽 我覺得不是我做的算 所以我問了學生 你們覺得什麼課是最難 或者是讓你覺得最困難 還是最 讓你覺得需要一些協助你才學得會 然後學生就思考一下 抓抓頭 有這種東西嗎 好 然後所以我不知道講什麼東西 然後接下來那個像阿檢啊 小皮啊 驗文啊 他們就出作業給我了 他們想要知道最近 就是這幾年 我在做翻轉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遇到了哪些困難 我又是怎麼解決的 所以我就打算講我自己的這門課 那雖然也沒說一節課是45分鐘 所以我這節課是六年 OK 好 那我今天的主題就是翻滾拔教師 那我是鍾昌侯 我目前是台中市光榮國中老師 然後自然理育的健身舞蹈員 然後我當時帶我先在那邊夥伴 還有一個身份 是第一屆的行政院青年顧問團的團員 就是最近鬧得肺份癢癢的 不知道大家不是都知道 就是那個政府的走狗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說 OK 好 那鍾昌侯是誰 鍾昌侯是誰 要是你想對我有進一步的了解的話 其實很簡單 現在這個社會 只要把這個名字丟到Google上面去 就可以了對不對 那是很不幸的Google會給你一些關鍵字 他會把一些相關的關鍵字弄出來 他寫什麼 鍾昌侯醫師 鍾昌侯老師還有 鍾昌侯外遇 對 然後我老婆在那邊我怎麼可以 所以我要鄭重跟大家澄清 我目前還沒有外遇 好不好 OK 好 那 所以 好像不是很清楚 所以老師們在搜尋的時候 搜尋鍾昌侯老師就可以了 或許會好一點 好 那 在網路上面可以看到很多搜尋的結果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去年的天下雜誌拍的教育專刊 然後他跟TVBS合作 然後上面寫的是 我的教室稱為全國舉手率最高的教室喔 然後我的FB上面有大學朋友就問我說 欸 你怎麼搬到的 怎麼讓學生舉手這麼踴躍 全國舉手率最高的教室欸 我就說 這沒什麼啊 真簡單 各位同學 今天作業沒教的 各位舉手 好 就這樣 很簡單 真的 全國大舉手率都很高對不對 我知道 OK 好 然後所以其實我跟大家一樣 我是一個熱愛教學的生物老師 那我想今天生物老師好像比例少一點 無所謂 好 我是一個熱愛教學的老師 而且我在網路上都說 我得了一個不教書就會死掉的病 好 那要怎麼樣 應該是說我先請教大家一個問題了 大家一起想想看 我們參加過數百場的研習 每個老師都一樣對不對 好 那我們門先自問 你是不是還記得上個月你的研習內容 你還記得的舉手 太棒了 七個 好 請往下 來 那 你是不是記得有一場研習 曾經有一場研習 它真正的影響你一輩子 來 有的舉手 好 七個 那 大部分都沒有嘛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我有 我有 我炫耀一下 OK 97年度的自然領域輔導員的初見研習 它真真切切的影響我一輩子 好 那裡面有好多好多 像那個是貓城嗎 它有點怪怪的 有很多很棒的內容 很棒的講師 深深的震撼了我 OK 然後它造成我接下來的改變 那為什麼會有機會參加 這樣子的一個研習活動 這麼棒的研習活動 故事從七年前一個炎熱的午後開始 七年前還記得那時候 我們有一個領域會議 然後學校老師跟我講說 今天輔導團要來耶 那我心裡就想說 輔導團是什麼東西 還沒聽過 那我就還是去聽了 然後接下來就有幾個 有人在上面講講講 我很認真的聽 但是我聽不懂 因為他講地科 然後接下來 因為輔導團的慣例就是 前面是輔導團員講 然後接下來後面就是 那個學校老師要分享 因為我追菜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我上去講 我上去講我講魚的頭 我會養魚的事情 然後講完結束之後 我就看到有一個人 瘦瘦的人 然後但是頭還蠻大的 然後就是以國不認識 微胖的莫生人 然後朝我走過來 好 好 其實我這樣講不太恰當 因為剛剛到高鐵站的時候 趙玉鑫看到我就拍我 欸你去看 就是剛剛那些喜龍詞在我身上 完全適用 這個越來越像 好 他就說 OK 那個年輕人 我覺得你還蠻不錯的 有沒有興趣跟我們一起到 輔導團來 一起進我們的輔導團 然後我就看著這個莫生人 然後我不知道什麼是輔導團 雖然剛剛已經聽了一個下午了 我就看著他 好 我就答應了 然後後來回去馬上反悔 對 所以那個媽媽說得對 不要隨便跟莫生人講話 莫生人是很可怕的 對不對 然後我反悔之後呢 我就馬上打電話給軒蘭說 欸不好意思 因為我現在研究所還沒念完 我說說我還沒寫完 那是不是我們這件事情 在從長記憶 然後軒蘭就跟我講說 沒問題 我等你一年 然後我就想說 欸 那他講好聽話 一年後一定忘掉 結果一年後 軒蘭真的打電話來了 他說一年到了 你論文寫完了沒 然後我講說 他竟然這麼大發慈悲的問 我就誠心誠意的跟他說 寫完了 好 對 就乖乖認命的這樣子 OK 所以我就參加了輔導團 然後有機會參加那個練習 那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2007跟2014的軒蘭 有什麼差別 他有變瘦對不對 他變瘦 然後我變胖 我變成沮喪這樣子 老婆要減吵 好 沒有老婆把我養得太好了 OK 那因為有軒蘭 我有機會踏進去 那改變其實除了軒蘭 他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他也改變了好多人 不知道大家知道他是誰 他是陳文典教授 他是陳文典教授 陳文典教授改變了好多人 越林說 因為陳文典曾經摧殘過他的自尊自信 然後他才有機會回歸教育本職 OK 然後小屁說 他之前其實已經都心灰意冷了 但是因為陳文典老師影響了 越林影響了大家 所以小屁又重新展起了熱情 然後宛如老師就會說 這個陳文典老師幫助他 開始落實建構主義的教學 然後像泰盤 對貝拉他說 這個破除了他的迷思 然後讓他的思路變得更加清晰 大轉彎 唯一有一個人非常的不受教 那個人叫做阿檢 他說我沒有被他啟發到 OK 那陳文典老師還變了好多人 那他怎麼改變我呢 其實那時候去參加研習的時候 他提出了幾個問題 簡單來說就是這是我生平 第一次聽到什麼叫做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 他用的詞是以學生為主 那重點就是 他說 這樣子的教學方式 會遇到怎麼樣的困難 喔 這我可知道 一定有大堆的問題 然後你看我旁邊 明明媽媽寫了一堆 然後真的遇到很多的困難 然後接下來他就說 喔 那這些困難要怎麼解決 就是要我們自己想辦法 我就想說 你糊弄我喔 對 所以當我們自己想辦法去解決它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其實那些困難 好像就不是困難 也就沒有那麼困難 好 那陳文典老師還問你一句話 他說 他說你的事業是什麼 假如我們今天是奉令行事 我們就只是工人 好 這樣子的日子會過得負擔而沉重 好 假如今天我們是在實現理想的話 我們就是主人 是意志的行事者 然後日子會過得越來越精彩 好 那我是一個比熱很小的人 什麼叫做比熱很小 就是只要給你一點點能量 然後你就 都一直上升 然後熱情就這樣冒起來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反倒過 我決定要環島那一天 隔天買了腳踏車 然後再隔一天出發 我是一個比熱很小的人 對 OK好 所以我就覺得 哇 你有熱情對不對 會燃燒起來了 感覺快要瀑砸了 OK好 那 我另外了 就是快要爆炸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哇 那我應該要把這件事情記錄起來 我在這個言行之中 我看到一個字 好美 它叫做 它是所有的英文單字裡面 其中有十個 是非常非常難解釋的英文單字 我那時候就把它寫在我的記事本上面 其實它簡單來說 就是出乎意料的一種驚喜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OK 我那時候把它記下來 然後我就去寫了一個網站 我想要把這些 我的感動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看看我有什麼樣的改變 把它記錄下來 可是這個詞被人家用的 所以我自己註冊了一個字叫做 Bio Serendivity 自己亂掰的 就是說希望我的學生 在上我的升空課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一直有意料外的感動 希望是這樣子 好 那我在裡面我看了一下 我自己選了什麼東西 我就發現確實會有很多問題 然後在十多歲的時候 學生真的知道 他要什麼東西嗎 假如我們把主權給學生 把學習的主題給學生 他們真的了解嗎 那沒有壓力的話 學生他會願意主動學習嗎 其實心底依然抱著很大的疑問 然後這個問號是越來越大 而且在研習的時候 其實沒有答案 但是我覺得沒有答案 或許也是好的 因為我們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之中 你會一直慢慢不斷去思考 去失誤去學習 自己慢慢學著成長 然後所以我就期許自己 可以從一個教書將成長 為一個成功的教育家 這是我那時候 參加那個研習之後 我給自己的期許 OK 做人如果沒有夢想 跟言語有什麼差別 對不對 OK 然後呢 因為我的比熱小 所以我加熱很快 對不對 比熱小 冷的也很快 所以我知道 要是我沒有打鐵趁熱 馬上就行動的話 我一定等一下 呼呼 然後就掉下來了 所以我那時候 在我的記事本上面寫著 回去嘗試討論式教學 其實我記憶那個本子今天有帶來 就真的 就真的 有帶過來 OK 好 我就嘗試要做討論教學這件事情 好 那2008年的10月 我一回去 我就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當時你可以看得出來 怎麼會有每週是六個人對不對 學生開始討論 OK 這是剛開始的規劃 然後我開始讓出我的黑板燈講台 我讓學生上台去講解課程的內容 他們讓他們彼此討論這樣子 我嘗試做這件事情 當我做了這樣子的教學改變之後 困難立刻出現 對不對 OK 出現了什麼困難 我們學生的態度比香菇還要害羞 好 我們學生的聲音比蚊子還要小聲 好 學生寫字的速度比烏龜還要慢 對 時間根本不夠用啊 他們真的是非常的歸宿 所以我進入了問題解決模式 所以我用鼓勵來對付香菇 OK 就是你們全部都給我上了 一個也不能少 OK 用鼓勵的方式來對付這些香菇 好 這樣他們小組必須要小組上來報告 每一個都要有任務可以去做 OK 然後用錄影以免死無對症 因為他會說 欸我剛剛有講 這老師你自己不專心這樣子 所以我就錄影 我已經錄了一千兩百多部學生的影片 OK 那其實不是用來什麼自己翻新 或者做什麼教師觀察 什麼做什麼計畫 都沒有 我只是拿來把他們當犯人 然後錄進來 後來是其實自己後來看的時候 給自己蠻多的教學省思 OK 然後對付蚊子的話 我就準備第二支麥克風給他們 然後那時候麥克風這樣子一組 大概要兩百五十塊 我很心痛 我覺得他們值得嗎 哈哈哈哈 結果後來發現 這個真的建議大家不要買這種雙接頭的 一下子就會接觸不良 很難用 建議大家買好一點的 好 然後因為他們寫字的速度非常慢 所以我請他們在上課之前桌椅排好 直接先去把內容寫在黑板上 我用下課時間來對付這些烏龜 好 然後當這樣子進行之後 你會發現課程變得特別有趣 然後學生上課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啊 不管怎麼上喔 進度永遠都上不完 不管怎麼上 進度都上不完喔 那怎麼辦呢 好 這都是幻覺 嚇不倒我的對不對 進度都上不完 所以 上課時間不夠嘛對不對 然後你就想 其實很簡單 就像那個考卷太多寫不完 我們怎麼辦 帶回去寫 對我就請他們帶回去 帶回去當回家的作業 那我就要怎麼讓他們做這個作業呢 因為已經回家嘛對不對 要討論一些問題很難啊 所以我把它丟到網路上面去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嘗試翻轉 OK 好 大家看一下我第一次嘗試翻轉的時候 我錄的影片 然後讓學生回家做 那我們現在要錄的是什麼 屏幕式 屏幕式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 現在我們先公開拿起來的水杯 喝一口水 不要喝光 不要喝光 不要喝一點點 好 好 可以嗎 好 請問 宗漢你的水有沒有蹲下去了 有 設定的水到這裡面嗎 有 確定 好現在我們的問題是 假如 宗漢 等一下 等一下 把水攤在皮膜裡 水 營藥吞 營藥吞之後呢 老師把它倒過來 倒一 請問 想覺得不行的請舉手 好 誰多 我會嗆到我二啊 好 現在 從東漢為我們揭起誰 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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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揭起 你不要對我 不要對我 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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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沒說謊 中漢 我跟大家說 請問誰 你要讓大家猜一次就直接講 你要直接講答案 你們都沒有 好 沒關係 那你要讓大家猜一次 好啦 中漢先不要講答案好了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今天的題目 題目是到底中漢 可不可以成功的發展 從進去呢 我們掌聲謝謝中漢 好 OK 這是我的學生 我把題目錄在影片上面 然後讓他們回去討論 另外我發現我剛剛那樣做之後 而且也沒事耶 他們回去會做 加上沒抗議 然後行政老師都沒意見 我就哇 那我可以做更多 我開始讓他們寫部落格 所以每一個學生我們有共同的部落格 他們已經寫了超過一千篇文章 我的Virus Serenity那個網頁 目前有大概二十萬人的瀏覽人次 他們的有三十萬 對 OK 好 然後我開始練習 坐在台下當學生 然後學生講給我聽 他們當老師 因為時間的關係 十月如梭 那個時光飛四十月如梭 六年過去了 六年 我設計了自己的分轉教室的模式 那有大概是六項 學生現在在上課之前有六個作業要做 大家要是有興趣的話 我有發表在科學人上面 或許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好 然後我比較特別的是 我讓學生除了看影片之外 做課前的預習 他自己錄預習影片 OK 所以這是課前 上課之前他要做的是 嘴巴先吃食物 然後呢 嘴巴裡面 唾液 唾液可以分解澱粉 然後這一條是食道 這一條是 氣管 食道食物吃下來的話 可以 就連結到這個叫素囊 素囊可以暫時儲存食物 然後 素囊這裡可以接 接下來接到這個叫 就是等同我們人類的胃 他叫雞針 然後雞吃下來的食物裡面有沙子 雞針可以磨碎 磨碎沙子 然後 這個胃呢 他可以消化 消化蛋白質 然後繼續接到腸子 腸子 是消化和吸收的主要場所 他可以消化吃質 和蛋白質還有糖類 然後 再接到大腸 大腸主要是 是 吸收 剩餘 那個小腸還沒有吸收完的水分 然後大腸再 吸收完水分 再接到直腸 然後直腸再經由肛門 把食物 把那個剩餘的 東西排出去 然後 氣管連接的是肺 OK 這是我學生課前錄的 課前錄的 我什麼都沒教 然後他錄成這樣子 所以我上課要上什麼 他講完了對不對 他講完了 而且講得很清楚 而且看得出來他應該不是在照稿念對不對 他真的會了 所以我現在遇到最大的困難是 我不知道我上課要上什麼 已經原本的問題是進度 現在的問題是 時間空下來了 我可以帶給孩子什麼東西 OK 然後我知道時間非常的趕 所以我開始訓練學生 共同的解決問題 然後開始讓他們 就是把知識跟生活做結合 我讓他們例如說 把一些原本只是 課本上的知識 然後變成親自可以去操作 像他們就去 真的去操作心臟 然後灌水進去 知道辦法怎麼運用 然後旁邊的老師可能就說 很血腥耶 你的學生感動嗎 對不對 其實大家非常的喜歡 把知識變成親身經歷 然後把課堂的主角還給學生 學生變成是課堂上的主角 OK 然後而且畢業的學生他會回饋 這樣子的學習方式 對於你現在 當時的學習 或者對於你高中的學習 有什麼樣的影響 就是對你 國中畢業之後的學習 有我覺得學習就是比較自主 因為其實我看 班上大部分的同學 其實很少提問問題 也許有時候他們會 就是下課詞裡要討論一下 可是如果他們 就是找不出答案 他們也許就這樣帶過 可能過一天 啊就忘記了 然後等到很久以後 考試考出來 或是有提到的時候 啊他才想到 我覺得他就是 可能我覺得這方面 老師做了這樣 這方面的事情 讓我有自主性的學習 然後會想要去思索東西 就是看到一個問題 我可能會去就是質疑他 然後想問題 會就是比較不會一次 就是別人給你東西 然後你會完全接受 你會想說 啊這是怎麼來的 然後有什麼理由 啊這樣做什麼目的 好 本來就是他講了說 他這樣子的學習方式對他來說 有相當相當大的幫忙 然後他學會了批判思考 他跟他旁邊同學不太一樣 老師給他什麼東西 課本給他什麼東西 他不會馬上接受 他會去思考 這件事是對的嗎 這件事是這樣子嗎 有沒有其他的解釋 所以我發現我回不去了 叫我用原本的那個教學模式 我回不去了 好 然後有時候我們再怎麼 還是會有一些無奈 我們再怎麼努力 還是抵不過一張公文 對不對 所以我開始嘗試 體制 除了有體制外的努力之外 我也想要從體制內改變 體制外我們是一個button up 就像今天的大家一樣 那體制內呢 就是tough to tongue 對不對 tough to tongue 我覺得這兩個都很重要 我們要上下交香努力 要交香努力 才會比較容易成功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學生開始有機會 直接面對面 他跟教育部長提出建議 他說部長啊部長 可不可以請你在全台灣 推動翻轉教室 因為只要有電腦有網路 即便在偏鄉的孩子 他也可以跟城市的孩子一樣 擁有相同的教育資源 然後部長說 好 你相信嗎 他下台了對不對 OK 好 我跟你講 部長真的做了 真的做了 現在在全台灣 我們要特交語言計畫 中小學目的是計畫 真的在做了 OK 然後 我在想還有什麼機會 所以前陣子有那個 行政院青年顧問團的事情 然後我就去參加徵選 然後也運氣很好的就上了 然後 所以就有機會定期的 你可以跟行政院院長 跟他講一些你的想法 我們可以跟政務次長 可以跟科教文的那些處長 直接發表我們的心聲 讓那些做決策的人 知道我們基層的人的一些需求 或者一些我們的困難 可是我是一個基層教師 我看到的面向非常非常的窄 我的經驗其實遠遠的不如大家 所以我在想 要是大家願意的話 可不可以把你們的眼睛 你們的手 你們的嘴巴借給我 告訴我們你們的想法 我可以扮演一個橋樑 要是大家信任的話 我們把我們的意志 讓那些決策的人知道 嘗試改變 好 最後我有一個夢想 我希望經歷了這些事情之後 我可以不再是一個旁觀者 我希望我可以睜開我的眼睛 看看整個世界 我希望我可以張開我的手臂 去擁抱那些需要幫忙的人 我希望我可以捲起我的袖子 想想看台灣有哪些事情 是我可以做的 我希望可以透過我的努力 讓台灣變得不一樣 要是大家可以的話 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 讓我們一起來翻轉 翻轉台灣的教室 OK 等一下 I want you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這個年輕人怎麼會被我騎 好 我們剩下20分鐘的時間 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對這兩位老師有什麼可以回饋 或者是我們有什麼可以 跟進一步的來討論的 那剛剛講完 其實我有很大很大的感觸 那個當初在19世紀的時候 最偉大的科學家 一個世紀選一個 19世紀你會選誰 很難說啦 18世紀的話應該是 咖哩略略 咖哩略 咖哩略 咖哩略應該是沒問題 十七世紀 十八世紀選一個 不會有人有意見 牛先生 十九世紀如果選一個的話 大部分人會選法拉第 我會提到法拉第的原因 是因為發現法拉第的那一位老師 叫戴維 戴維跟法拉第之間的衝突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戴維在他臨死之前講了一句話 我這輩子最偉大的發現 就是發現了法拉第 我還沒死 可是我可以說 我最偉大的發現 是發現總昌宏 好 來 各位有沒有 有一些回饋 要跟我們講師分享的 他都翻轉成這樣給你看 你還想怎樣 沒有叫昌宏翻轉一下阿賢好不好 真的把他拉起來 這太神了 好 有沒有老師要跟我們有一個回饋 或者是 您如果有在進行 類似像翻轉教室這樣子的一個教學 那也可以藉由這樣的機會 跟長虹有一些互動 或者是在地科方面 尤其是龍青 真的 這是我第二次聽龍青的演講 第一次他可能不曉得 龍青在那裡 那時候我默默在那裡 看到那個崇拜的對象 那時候還在 還在那個 那個 什麼列詞 我怎麼忘記了 活化教學列詞那個時候 對 第一次聽到地科 真的是把它生活化的 你真的是把學生帶到一個自然裡面 去體驗去感受 我覺得這種地科的上法 給我很大很大的一個啟發跟感觸 雖然我不是地科老師 我去坦白說 真的因為龍青的關係 讓我帶了一個解說團隊 就在幹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把孩子帶進自然 然後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感受 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感動 教學沒有感動的話 其實孩子聽過就忘了 感動在教學面是很重要 可是坦白說 自然科學最不會做就是這件事情 我們太過理性 理性到什麼東西就是對個錯 這是我們應該要翻轉的地方 所以各位有沒有要跟我們分享的 你再講下去 我就 再沉默下去 我就叫你們舉手 小屁老師 你怎麼坐到後面去 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那個蒼宏 就是剛剛那個可以介紹整隻雞的那個 那樣的學生 在你們班上就是比例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因為你還 你什麼事都沒對他做嘛對不對 那個其實是我滿常 滿常給學生做的實驗 每年都會讓他們做的實驗 然後能做到那樣子的狀況的學生 其實是 要講到那麼那麼好啦 講到那麼那麼好 其實有 確實是沒有辦法做到全班 確實沒有辦法做到全班 大概會有個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就很了不起了 對對對 然後其他其實還是會需要一些同才的合作 對 其實還是需要 然後我跟大家講 其實那個雞的那個活動很棒 很棒 然後它可以真的讓學生就是 直接去看到那些真的東西直接觸摸 然後不只是視覺 觸覺 嗅覺 還有旁邊的尖叫聲和聽覺的 就是共同享驗對不對 然後可是很麻煩的點是 今年開始菜市場不殺雞 菜市場不殺雞 對 然後所以 就沒辦法了 然後就變成我們班的學生 有的人為了要做這個實驗 就媽媽去買了一整隻雞 一整隻雞回來 然後我來殺了這樣 就是要取他的內臟 然後學生當然很開心 因為他有雞可以吃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這個方式有沒有辦法做一些調整 我們班上就有同學 嘗試用那個模型 大家知道那種就是什麼 4D模型那種嗎 對 他就可以介紹 這是什麼什麼勾子 然後砰 就把它拖拔起來 對 那效果也不錯 可是模型相對貴 一個模型可能要有4000到6000塊 不是每一個家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的 所以最後其實我改善的結果 是使用模擬軟體 模擬軟體 例如說什麼Google Party Zygo Party那些東西的 它可以直接做旋轉 然後放大縮小 如 in 如 out 然後可以做 它上面還有解釋 透過這樣子旁邊的解釋之後 學生的達成率就提高了 因為旁邊還有引導還有解釋 所以現在其實要是要我推薦的話 可以建議大家嘗試把模擬軟體融入這樣子的模式 然後學生只要去直接去做桌面的擷取錄影就可以了 然後再腳腳上來 OK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小屁的問題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有三分之一的人會 三分之二的人沒那麼會 可能還有 或許還有三分之一的人 狀況應該沒有那麼好 對不對 那你的班上就很明顯的區分的情況出來 所以接下來你怎麼做 就是有人已經 您不用交了 有人還需要 都同時同地出現在你班上的時候 你也清楚他們在哪裡 所以接下來你怎麼做 所以課堂在上面就要給他任務了 給他任務讓他去完成 對 然後他們是共同去完成 然後我們會採集小組之內 就是以組為單位的 以組為單位的 那例如說 可能這樣子的任務 他要起來完成之後 完成之後 不是他們自己的小組完成 完成說好就好 當然是會有紀錄 會有學習單 或是他最後可能要站起來發表 站起來發表 那發表的時候 通常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是不是那個 可能原本就很會的那個人 上來講講的看看而談 講完之後 其實那個不會的還是不會 這是我們常常遇到的問題 所以我嘗試 在給他們發表的時候 給的分數是不一樣的 舉例來說 現在那組 一個組可能四個人 最厲害的那個 第一名上來講 他一次只能有一分 第二名上來兩分 然後成績最後的那個 一次上來講是四分 所以他們為了拿到那個小組的分數 然後所以前面幾名 他們就會很願意去教 然後後面那個就是 我是小組的希望 我是英雄 對不對 他上來 然後大家鼓勵他 然後他就上來這樣子 很棒 所以那個整個氣氛就好很多了 然後上來講的那個學生 即便有團體的教了 其實大家還是知道 他還是沒有辦法講的 跟最前面的那個人一樣好 大家應該有這樣的經驗 那怎麼辦 有時候講到卡住的時候怎麼辦 給救援機制 對 組援還是可以過來協助 所以我後來就是要透過分組合作 學習的一些策略進去 然後來達到這樣的就是區分化 或者是所有小組之間的合作的方式 OK 謝謝 好 來 有沒有人對地科方面 因為我們坦白說 雖然我們國中來講 大部分都還是分科教 可是你一定會有機會交到地科 因為你是李化老師 那李化老師來教地科 坦白說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痛苦至極的事情 因為真的不厭格 我教過一年地科 教過一年生物 我是李化老師 我發現我有兩年在物人子弟 我如果以後會下地獄 就是會那兩年的關係 對 所以其實我一直希望可以有更多更多 學習地科的機會 那這次也是邀請農心老師來 也是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因為地科老師在學校其實是弱勢的 很多地科科其實是被李化老師吃走的 所以藉由這樣子的機會 大家有沒有在地科上面教學的一些相關問題 我覺得藉由這一次的機會是很難得的 那現場如果有地科老師 我覺得也可以有一個雙向的交流 國漢我看到你 不好意思 被我認識的東西很倒楣 因為他也是我們學校的地科老師 前學校的地科老師 他現在在十大部份 各位老師大家好 我叫顏華漢 其實學長在我們地科界很有名 所以其實大家都常常上他的網站 跟他的取經 對 那其實我今天聽到最感動的是 因為我以前教那春分啊 那個世紀的那個變化的時候 春分啊 冬至啊那些東西 其實我發現我很難融入學生的生活 但我發現老師很厲害 他直接把那個欄杆的影子長度 很多這種很簡單 平常他們生活會遇到的這種東西 直接丟進來 而且還可以給他們計算 去給他們估計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感覺到 四季太陽對我們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我比較想請 我本來想說私底下 我再跟學長多請教一點這種 更很生活化的這種地科的東西 怎麼融入一些上課的課程 那既然學安老師已經Cue我了 那我就只好直接在這裡問了 那學長 那可不可以再麻煩你 多指導我一些這種 就是很生活化的這種 地科的一些課程的一些東西 可以融入的這種東西 謝謝 不敢說知道 不過我覺得簡單的就是 讓我們的生活變得豐富 變得有趣 這樣我們上課才會相對應的 變得讓學生覺得可以上 那我覺得很開心的就是 像在場剛剛D麥克風的小姐 那是我以前的學生 現在以後要走上我們的 師大D麥克這條路 就是之前知道他當D麥克的選手 那後來他也努力的要考D麥克系 那很開心前幾天就放榜了 那我覺得當你一個老師在教室裡面 你帶給學生 你覺得學D麥克是很有趣的 那你的生命是 因為D麥克而變得非常的 不會那麼枯燥 那我想學生也會慢慢的被你感動到 所以如果你問說 怎麼讓你的課程有更多 可以跟學生結合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讓你的生活很D麥克 那你的學生也會在你的課堂上 感受到說 這位老師好像D麥克帶給他樂趣 那我也希望能夠感受到這種樂趣 我覺得我這幾年在做的 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那或許每個人都不一樣 那如果有一天你也是 在台灣各個山野裡面 跑來跑去像野生動物一樣的時候 或許你的學生也會很崇拜你 謝謝 我們可能可以再開放一到兩個問題 有沒有老師還有其他 可以跟我們分享的 或者是您在自身的教學經驗裡面 那有一些不錯的 或者是您覺得可以值得跟大家 提出來討論的也可以 那我們可能這個 section 就針對在生物跟D麥克方面的部分 好 我想問一下蒼宏 請教一下就是說 我現在不擔心就是說 學生學概念學不會 或者說 學生怎樣 那個有些迷失概念 在存在這個你的教學中 那這樣反而是我們教學的契機 如果他敢問 只要啃學都好 問題是怎樣 筆熱很大那一種 筆熱太大了 要求 筆熱大到什麼地步 我希望談棒沒感覺的 嗨呀 就是一個兩個 對不對大家有碰過 玩爆炸 不會醒過來 那個小五郎還是沒有辦法破案 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這個筆熱大到這種境界的 像這一類的怎麼辦 他上去發表 他願意上去 但是我五十三講都無所謂 不知所云也無所謂 那就怕那一種冷到一個境界的 可能比一太大還冷 這樣怎麼處理 謝謝 好棒 我筆熱這個概念真的很好用 對不對 OK 謝謝老師的提問 我覺得這個東西好重要 我真的也有遇到 類似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有的學生一開始真的是 就像老師說的 筆熱好大 我再怎麼鼓勵他 他都還是好像無動於衷 然後你跟他講什麼 他就這樣子眼睜睜的看著你 然後再不然就自己的頭 就香菇躲躲開這樣子 對 OK 所以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後來使用的方式有兩個 一個我採用很高頻率的鼓勵策略 第二個我採用的是同才壓力 OK 舉例來說 像我們有什麼樣的任務 例如說我們有什麼樣的活動 或者是作業 欸 我們之前都會問說 你還沒完成的 就站起來 作業沒交的給我舉手 對不對 我現在變成說 你已經完成的 請你站起來 或是請你舉手 給他掌聲 然後他們就覺得 啊 其實本來就是該做的 好 但是你接下來你會慢慢發現 當你嘗試使用這樣的策略的時候 班上站起來的人數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然後那時候坐在那邊 比熱很大的人就開始有壓力 然後即便他比熱很大 但是旁邊的能量很高 所以慢慢的也把他帶起來 所以經過了大概一年之後 現在班上 像我就有丟在網路上面 小屁老師的時候看到也覺得 怎麼可能 所有的作業 全班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 然後發表沒有問題 隨時抽任何一個人 他們自己會上來講 會搶著講 所以我自己嘗試 效果是還滿不錯的 要是老師願意的話 大家可以一起玩玩看 謝謝 我們叫一個生物老師來講 比熱把我們李化老師放在哪裡 從李化的角度來看 沒有比熱大這件事情 只有找不到 找到不對的加熱方法 我相信我們有很多加熱方法 不要把它倒到熱對不對 對啊 把他煮到熟也不要緊 好 好 真糟糕 這個可不可以等一下刪掉 好 來 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 還有老師有一些問題可以提 你看 每次都這樣子到最後的 就開始 雨後春暑 第一個當然 我要非常感謝那個學愛老師 因為我是年輕 我們學校請他來演講 所以其實我從他那邊 得到非常多的情緒 你知道今天給我想要問超好 其實我這是第二場聽你的演講 那我以我目前的現場 其實我比較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我可能想要幫我的同事問了一些是 在一般班的時候 有時候會遇到的是特殊小孩 比如說他有情緒障礙 那像這樣的小孩 如果對活動課程的話 應該要怎麼樣去其他會比較好 比如說像其他在講的那種消化課程 對 對 我們還有一位老師 就剛剛是您舉手 對 我們就兩個問題一起 好嗎 我的不算是問題 因為我算是一個回應吧 因為剛剛在提到那個地科的生活化 其實 我相信各位在國中的地科教材 都會談到 叫做 比如說 河流的搬運 侵蝕搬運能力 然後還有像那個礦物的印度 可是講完之後 大家只會去被礦物的印度排列順序 可是生活化裡其實有很多實用的東西 比如說同學們拿著垃圾袋去倒垃圾的時候 為什麼垃圾袋不可以拖在地上跑 那其實就是印度 那我們在擦眼鏡的時候 為什麼眼鏡不可以隨便抓一個東西 就往眼鏡擦 因為環境中有灰塵 灰塵裡面 海量最多的礦物是石英 石英的印度是漆 通常玻璃的印度大概是小於漆 這都是很生活化的東西 再來我們在洗手台 上面有一間泥沙的時候 可不可以用水去沖呢 當然是不行的 為什麼 因為沙子會沉澱 所以你一定要用刷子刷 不然你的水要用很大 會很搭配水 這是屬於生活化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是那個 正向鼓勵 我覺得在課程上 其實我的教學歷程裡面 這十多年來 我覺得 從我剛出來教書的時候 我會去看到學生的上課 需要被指證的東西 可是我們剛開始是用責備的 但是我發現效果很不好 因為學生會跟你 一直會衝突 他會跟你 就覺得 你跟我是不同掛的 就到處找我的麻煩 可是後來我發現 如果我是正向鼓勵 或者說 有些學生 他其實真的有狀況 我們是要找過來 了解他的情況 他今天為什麼會上個月睡覺 其實我們從 關心的觀點裡面 去了解他今天 這堂課為什麼會睡覺 其實久而久之 他們其實還是會很不好意思 不太敢睡 因為他老師是了解 你為什麼會睡覺 而不是說 你今天給我睡 當眾把你叫起來罵一頓 我覺得其實正向鼓勵 還有這個關懷 其實是 在課堂上 其實是一個很好用的 一個教學策略 我想不同領域 其實應該都是蠻好用的 感謝尤大宇老師的一個分享 其實在生活化這方面 不管物理化學生物低科 我覺得我們的學生 他在學習的時候 本來就不分科目 是我們在學校裡面為了方便 所以我們才分科 考試才分科 但是我們學生他學的時候 他其實 他面對他的世界 面對他以後的生活 其實也都是不分科的 所以我覺得 不管我們是 教哪一個科目的老師 我們盡可能把這個學生 他以後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利用我們的學科背景 來幫助他們先看見 我覺得這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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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榮先生的回應 那我這邊做一下簡單的回覆 因為其實時間比較短一點點 我覺得 剛剛老師講到那特殊的學生的部分 我自己剛剛這樣子想起來 我可能會有兩個方式來 來嘗試去解決看看這樣子的問題 第一個是 我還是會讓同儕之間去協助 因為我要給那個特殊的學生 給他舞台 我給他表現的機會 然後我另外要用同儕去協助 我要訓練他們之間 並不是只有競爭的關係 我要讓他學會一些社會技巧 然後讓一些可能能力比較好的同學 他願意去協助他 透過一些同儕的方式 嘗試做做看 但是其實這不是根本的方法 假如他今天 他是一個已經鑑定完 確定是特殊的學生 我不認為翻轉教師 這樣子的做法 可以解決所有的事情 不認為 我們還是需要 差異化的課程進來 或者是輔導 或者是特教 其他的資源進來 對 我覺得針對特殊的孩子 我們可能還是要有 比較適合他的方法去嘗試 或許這是我目前的想法 不知道有沒有回應在老師的 好 那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想我自己這部分 先做一個簡單的結尾 我是一個比熱很小的人 所以我很容易就很high 但是要當沒能量的時候 我又很快就會降下來 OK 所以我會想想看 要是大家也跟我類似的話 有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要怎麼樣維持我們的熱情 一個人做不到 所以我們要去找社群夥伴 找社群夥伴 今天在場 大家 有好多好多很有熱情的人 可以去認識他 那另外還有一種方法就是 要是像我一樣比較害羞 懂我很害羞 好 像我一樣比較害羞的話 可是我很想認識一個人 然後我又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說 我可不可以過去遞名片這樣子 例如說我想認識阿簡這樣子 我只要在FB上面搜尋 你不是簡志祥 那換一個號 換成誰啊 葉秉承好了 葉秉承 好帥喔 他講好多東西我好喜歡 直接在FB上面搜尋葉秉承 然後好友就跟他按加 加進去 OK 試試看 就可以馬上 那個社群就可以慢慢的形成 那要是大家不嫌棄的話 直接在FB上面搜尋中昌紅 然後就按加好友 OK 然後希望我們也可以有一個社群 然後大家一起努力成長 然後最後我還是要需要借大家的眼睛 手跟嘴巴 把大家的意見給我 希望我可以幫大家當個橋樑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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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